抄袭盗版的小游戏我是见多了啊 但你给我抄袭PCC的游戏 我还是第一次见啊 有人给我发了一个安全包啊 说这个游戏非常厉害 主打能学最坏的就绝对不学最好的 绝对能让你尝到原汁原味的大便 还抄袭了Telaria 我的世界 迷你世界和PCC 这 抄袭迷你世界我还可以理解啊 但你这抄袭软件的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啊 抱着好奇的心态 我千辛万苦 终于找到了这款游戏的评价了 星球拉屎大师 还有这位兄弟 省流 迷你世界加Telaria加PCC是冲刀乐 然后这还不是最离谱的 你们看这个 有位兄弟说这游戏是一款2D抄袭游戏 然后官方竟然在那里写小造文了 啊 我们的游戏是两名苦碑美术UI 加五个光头成语员组成的小组 虽然很累 但我们也对这款游戏倾注了很多心血 做成这鸟一样 你还有脸说出这样的话来 这脸皮不去当破灰都浪费了 废话不多说 你们来看 刚进入游戏啊 直接喂了一口大的 有点像是MC的背景 但 另一奶奶的你确定这不是陆飞 不去当海贼王开始搞星球了是吧 好好好 进入游戏后 画风突变 直接变成了冒险岛一样的画风 都可以理解 毕竟小场游戏 但 这配音 摇杆可以控制角色移动 哎呀 忘了自我介绍 我叫妮妮 是这个星球的接待员 不是 你这有配音的必要吗 要我做都比你做得好好吧 然后按照他的指示 让我采集一个花岗岩 突然出现了一个宝箱 就是让我疯狂点击 然后我就疯狂点 点点这 我真的服了你们 放着 一折旗的 牛奶不买 非要去外面买几十 好好好 都已经这样玩了是吧 但这不是最过分的 刚做完引导 就开始弹出充值界面了 什么时装武器 翅膀 坐骑宠物 应有尽有啊 绝对满足你的充值需求 好家伙 我还没了解这款游戏呢 就已经开始给我喂大便了是吧 然后他这游戏的玩法 还特别微妙啊 微妙在哪里呢 有点像泰拉瑞亚 但 这背包这玩法这合成 又很像MC和迷你 这还不够微妙啊 这游戏能虚空放直 什么意思呢 你们看 我他们要的直接在空中 放了一个门 好 合理 非常合理 之后又开始引导我们 要购物 疯狂的购物 椅子 桌子 我都能理解啊 但这个广告电视机 我非买不可吗 没错 哎 他们要的官方应让你买 买了之后 我这一打开 好家伙 开始拼兮兮了 砍一刀200GB 三刀随即时装 18刀获得新春喇叭 好好好 我砍18刀 就是为了给大家 说一句话是吧 我找了18个人 砍一刀证明自己在吃大便 我他们要直接去你家 给你来一刀 游玩到后面 我发现这款游戏 真的是越来越大便了 你身为沙克游戏吧 应该是以生存为主吧 然后呢 人家不 人家以圈钱为主 不管你做什么 先给我看广子 如果你想打怪 好好好 满足你 然后就去了一个 像是MC地狱的一个副本 之后 我终于看到怪了 我直接就向它扑上去了 开始战斗 这 这战斗 它瞄得 一点打击感和音效都没有 这就是你们所说的 对这款游戏 倾注了许多心血 心血不心血 我是不知道 但是我能看出来 这游戏的玩法 是一点都没有 这超一点 那接一点 然后统统加上广子 就像是一款 东拼西裟的蛋糕 一吃下去 里面竟然全是大便 真有你的 不过你敢亲自下船 喊冤叫苦 我就给你一份安慰一下吧